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印度拥有历史悠久的灵修传统 早在佛陀诞生以前 古印度的先人们Rishis 就已透过禅定冥想 探索精神世界的灵性合一 他们在深度禅定中 发现至高无上的真理和永恒的知识 这其中也包含了首印的奥秘 后来他们应门徒的要求 将这些神秘体验传授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进 各种首印逐渐在印度流传开来 在达特罗密教时代 首印的发展达到高峰 现今我们已知的各种首印 都已经出现 到了17世纪 哈达瑜伽的《葛兰达本集》的一段经文记载 我还能再对你多说什么呢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 比首印更能快速收到修行成效 由此可见 首印在印度的灵修传统 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首印是透过首部 脸部或身体姿势 来促进身体的健康 维持心理平衡 帮助我们疗愈身心 迈向灵魂觉醒的一种工具 我们至今 在印度传统舞蹈 宗教绘画 神奇雕像 都能看到首印的踪迹 虽然有些首印 涉及整个身体 但是 大多数首印是透过首饰来进行 在这印度传统舞蹈中 我们可以辨识出 莲花首印 其实 首印并不是印度灵修的专利 我们在其他宗教中 也能看到首印的使用 例如基督教 天主教和大乘佛教 双手合十 置于胸前 这个首饰代表理静与皈依 这些首印是超越宗教 全世界共通的存在 在身体层面 首印能帮助我们 将呼吸 觉知和能量 引导到身体的特定部位 提升我们的觉察力 使我们更容易辨识和回应 身体所发出的讯号 当我们练习首印 首饰就带有引导呼吸的功能 可以即刻改变呼吸的速度 焦点 品质和位置 透过首印将觉察力和呼吸 带到身体的特定部位 它会产生一种按摩效果 促进该部位的血液循环 当我们的呼吸得到扩张和引导 就能促进人体内部 精微能量的平衡 呼吸是身体获得普拉纳的主要手段 普拉纳又称生命能量或气 透过将气呼吸 引导到身体的特定部位 就能提升我们对精微能量流动的感知力 打通阻塞的能量通道 气脉 实体内的五种气 重新恢复自由 顺畅的流动 简单来说 首印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生命能量的流动 逐渐打通全身气脉 在心理层面 首印能唤起我们的各种心情和感受 从平静到振奋的各种感觉 有些首印可以让人放松 宁静 有些能提振人的热情 乐观以及活力 更重要的是 首印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自信 勇气 自尊 帮助我们释放那些 使我们陷入困境的负面想法和情绪 这时候 我们的真实本性 就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体会到自由和解脱 以及与万物合一的感觉 现代医学发现 人体有生物电 我们的双手 不止内含大量的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 手掌 指尖 也是生物电释放的出入口 道家法术或特异功能的施行 往往透过指尖来发气 例如剑指 剑诀 练习过拉气法的人 应该可以感觉到 能量在手掌间流动的麻电感 我们的手掌 指尖 不断散发出微弱的生物电流 这股麻电感 会随着我们功力提升 逐渐实体化 换句话说 我们的双手 就是人体能量的出入口 我们只要改变手势 就能改变人体能量的流动方式 因为影片时间长度的关系 我在这部影片中 只简单介绍五个手印 分别是 万法运行手印 莲花手印 曼陀罗手印 禅定手印 以及合掌手印 一 万法运行手印 简称万法印 达玛的意思是 一切法 真理 Privertina的意思是 使之运行 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一切法使之运行 让真理之轮转动 根据阿语废陀医学的观点 我们的身体由地 水 火 风 空 五种元素组成 五大元素的平衡 是身体健康的基础 万法印透过平衡五大元素 带来身心的转化 这手印能促进完全呼吸 让身体所有系统功能 保持在最佳状态 同时 让我们生命体的 五个层深五窍 物质层深 生命之气层深 心理情绪层深 智慧层深 志乐层深 产生整体融合的和谐感 另外 万法印还能开启并平衡 除了顶轮以外的 前六个脉轮 这个效果非常重要 却常被人忽视 万法印还有一个特别功能 活络全身的五种生命风吸 下行器 命根器 平行器 上行器和变形器 唤醒全身上下流动的能量 使我们浑身充满活力 身体所有系统恢复健康 具有非常强大的疗愈效果 二 莲花手印 简称莲花印 Pedma的意思是莲花 这手印在佛教密宗 有许多种衍生形 最原始的样貌 就是长这样 手掌外形 如同盛开的莲花 请勿把它和万法印搞混 因为两者的功效完全不同 莲花印的主要功能是打开心轮 也就是第四脉轮 位于胸部中央 对应五大元素的空元素 其特质是轻盈 优雅 敏感 心轮如果失去平衡 我们会感觉生命无比沉重 经常出现负面想法和情绪 如果心轮敞开 我们就能以热情和乐观态度 拥抱和欣赏生命 也更能充分活在当下 莲花印能将呼吸 觉知和能量引导到胸腔前方 为我们带来轻盈和敞开的感觉 提升我们对情感的敏锐感受力 让细微的情绪浮现 被我们经验而完全接纳它 练习莲花印一段时间 我们的情感敏锐度会提高 唤醒心轮后 我们对于万物的慈悲心和同情心 就会逐渐增长 体验到无私的爱 涌现感恩心 悲悯心和同理心 此外 莲花印也能活络胸腺 提升我们的整体免疫力 3.曼陀罗手印 简称曼陀罗印 Mandala的意思是圆 这手印能将呼吸 觉知和能量引导到全身 提升我们生命体的五个层身 五峭的圆满合一体验 当合一感日渐加深 我们更容易瞥见真实本性 就是万物一体 没有分离 当我们处于这种合一状态 身体所有系统 自然会反映这种和谐 从象征符号的角度来说 这个手印的正圆形 代表万物的圆满合一 当我们的合一感 越来越深化 位于头顶的顶轮 就会自动打开 让我们体验到真实本性 解脱 自由 与万物一体 四 缠定手印 简称 缠定印 Diana意思是缠定 冥想 缠定印能促进于家室 完全呼吸 让肺部 躯干 以及大脑 这三个主要区域得到整合 进而稳定呼吸节奏 让头脑得到休息 使我们能够毫不费力 长时间处于缠定冥想 缠定印能够平衡 活络两边鼻孔的呼吸 让我们整个人更加宁静 深入冥想定静 这手印也能延长呼吸之间的间隔时间 在念头与念头之间 创造出停顿空间 让我们瞥见心智的本然寂静 当我们保持在缠定冥想状态 生命体的五个层深五峭 自然会统合相容 感受到生命的极致和谐 五 合掌手印 简称 合掌印 按照类的意思是 尊崇 合掌理静 也就是指 我们理静 尊崇自身和众生的内在神性 合掌印能将呼吸 觉知和能量引导到胸部中央 帮助我们收摄感官 转向内在心灵 加深我们与万物的一体感 也因为认识到万物是一体 没有分离 一切生命的疑惑与难题 自然会得到解决 合掌印能唤醒我们内在的神性 也象征生命中的所有分离感 都被消解 合而为一 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一切 早已存在于真实本性中 总体来说 我们在灵修的不同阶段 应该采用不同的手印 例如在助击阶段 我建议站桩搭配万法印 先启动身体的自愈力 恢复身体健康 打通全身气脉 为修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静坐时 我建议采用曼陀罗印或缠定印 当我们修行到某柱阶段 体验到强烈的光感 就可以改用和掌印 透过不同手印的灵活运用 可以大幅提高我们的修行效率 按照印度灵修传统的说法 肉身是灵魂的圣索 身体能量的平衡 则是灵性觉醒的基础 手印就如同能量的钥匙 帮助我们打开 通往灵性觉醒的大门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祝福大家每天都健康 快乐和谐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